收视率的成败看谁 看主持人啊 如果这个收视率没起来 怪事网膜啊 你出这什么题目啊 好 我们回到2008年 三立电视命中注定 我爱你破20才庆功 我们这个节目 破1要讨论穿比基尼好不好笑啊 破1而已有什么要讨论啊 我要说的是 这件事情都不重要啦 我们不要看数字了 这个节目敢不敢动人 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不讨论收视率 我讨论成败 什么样是成败呢 好的节目呢 可能会有文化部的补助 好的收视率 可能会有好的影响力 可能会有一句话感动人 甚至评审很常告诉我们说 好的辩论说服人 更好的辩论感动人 最好的辩论会改变人 我相信做一个电视节目 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可以感动人 这比什么样的数字都很重要 像是上一集的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豪平跟陶姐姐 可能会为了某一个争论吵架 可是我看到的是什么 昌明哥居然出来缓家 搬了个台阶 让大家都有台阶下 我觉得很感动耶 学到这一刻 如果那集没收视率 我也觉得不重要 因为我看到昌明哥 私底下到底有多会做人 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接下来昌明哥 他要把他的小孩送到美国 其实我也很担心 因为华人的家长 美国小孩都回来 你会问他 诶 考得怎么样 考得几分吗 其实我觉得数字 跟我没有这么重要耶 重要的是 他在美国学到的价值观 斗争过的事情 甚至是他进步了多少 这才是比数字更重要的事情 我想要讨论的事情 是比起结果 我们更在乎的是过程 今天是全明星辩论会的 最后一集 我们不确定 今天过后我们会在哪里 包含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题目 斗争过的价值观 甚至是流过的眼泪 这些都没有比收视率来得重要吗 不可能吧 最后我想要感谢一些人 谢谢白队 一直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可敬的对手 也谢谢黑队 我们人这么少 居然可以努力地比到最后 那当然很谢谢评审 永远都要被我们骂 被我们挑战 那也要谢谢德哥 每次讲那么长 剪出来只有30秒 还有谢谢观众 来到现场跟收看我们节目 我们大家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掌声 好吗 我觉得这些都比收视率来得重要太多了 我想要讲一个不在我稿子上面的话 其实赫龙在10年前是我的学生 我在大学打工的时候 他是我补习班那个学生 我听到他来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最期待的就是跟他同一队 可是我不晓得经过这么多集 他变得这么争议 让我觉得不想靠近他 很怕会骂到我 可是有一集 在节目结束我问赫龙说 你被骂成这样你会改吗 赫龙说 如果是我 我不会改 我就说好 可是赫龙又拉住我 他跟我说 如果我不改 会害你们一个人被淘汰的话 我愿意改 那次我真的很感动 原来其实每一个人 因为这个节目学到的东西 真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最后我想要说的是 其实成功啊 并不需要被定义 不管是你的表现好还是不好 甚至真实人生里面 你们根本也不需要评审的讲评 也不需要看收视率 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节目 做一个人 我们只求问心无愧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你就是最成功的 谢谢 接下来第四组 神仙打架组 白队的凯莉跟黑队的赫龙 请上台 我们请白队凯莉先来进行论述 好 我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说 我们完全没有作弊 这个题目听起来就像是我跟赫龙 为我们量身打造 因为我们都非常常被言上 这也是我们实际上 会面临的很多抉择 所以知心好友 因为虚假指控被全民言上 当然要为他公开护航 就算不是朋友 你知道他被误会了 而且是被虚假指控 以最基本的做人道理 我们也应该要替他发声 给他公道吧 何况这个人 还是你的知心好友 拜托 知心好友 人的一生 可以交到几个知心好友 你们应该好好珍惜嘛 自己的好朋友 蒙受这种不平之冤 不应该置身实外 就算就算他被言上的时候 你现在出来发声 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扭转风向 但你的发声 其实可以做到一点点 平衡的报道 我们应该要推广这样的原则 正确的事情就应该要去做 如果你的好朋友被误会了 你还不出来支持他 万一他想不开怎么办 万一他想不开就算了 万一他开始脱所有人下水 说你偷吃又嗑药 爆料出来 然后直接听起来又很真实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好朋友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要支持他 而且护航其实要尽早哦 因为时间点过了 伤害已经造成 大家已经有你的基地印象 就来不及了 护着你的好朋友已经忍不住 跑去别人的记者会 举功道歉 你护航也没用了 尤其是像我自己 我在网路上有一点小小的声量 如果我的好朋友 他没有这个声量 然后他被全民攻击 他被误会了 我更应该觉得 我要发挥我的影响力 让大众可以了解真相 像桃子姐 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的人 他的好朋友 有任何真意或被误会 他都很愿意出来发声帮忙 只要是真实的陈述 所以他才可以这么的 如此得人缘 像赫龙我猜他等一下 一定会说我 像我形象非常的黑 我不是说肤色 我说形象 出来护航只会帮倒忙 让朋友被越烧越惨 所以啦 你也应该要进来做啊 对不对 要一起进来 为好友发声 然后就有机会 可以帮他洗刷园区 不应该为了怕被拖下水 就躲起来 好 最后来举个例 当初龙K事件 你的好朋友老K被岩上 你知道他被剖死了 你还从来不帮他讲话 连你的队长黄浩萍 都有出来帮他讲话 我有帮他讲话 整个喜剧圈 只有你没有讲话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虚 其实就是你亏待人家 让人家性格歪掉 才会引发这么多争端 就是你害的 你还不帮他讲话 如果老K因为这件事情 一辈子翻不了身 你不就后悔一辈子了吗 这样怎么可以称他为 可以自称为他的知心好友呢 谢谢 知心好友 因为虚假指控被全民言上 绝对不应该为他护航 为什么呢 这一题的文言就是虚假指控 我们已经知道 那是个虚假的指控了 有没有想过 你的知心好友 自己知道是虚假指控 为什么不出来帮自己护航呢 虚假指控护航超简单的 不就把赖记录贴出来 把证据贴出来 风向就变了嘛 就跟其他的指控完全不一样 马上就一翻两瞪眼解决了嘛 他为什么不及时出来帮自己护航呢 一定是他有自己的打算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流量变现 像是强迷代谱 就是因为虚假指控被沿上 一开始沿上得越凄惨 之后绝地大翻盘 收获更多的支持者 这是一个超级励志的角色曲线 跟迪士尼的动画一模一样 从王八蛋变成全民英雄 他都想好自己在这波沿上的角色曲线了 你这时候还硬挑出来 帮他公开护航 不就直接打坏他的好事吗 你这样还敢自身是知心好友吗 举跟我身边的例子 我的知心好友非常非常少 旁边有一个就是凯莉 这五年来凯莉常常因为虚假指控被沿上 因为他太喜欢在实际敏感的时候讲笑话的 他明明没有 你们都是错的 他没有任何冒犯人的意思 但是他写笑话的技巧太烂了 所以就会被沿上 被人笑什么精英女权自助餐 这时候身为对知心好友的贺龙 我哪一次帮过他 没有 我怎么做 我选择沉默以对 跟他假装不认识 不是我不爱凯莉 我很爱凯莉 可是亲爱的 你都翻船了 就不要再想护航了 身为知心好友的我 我直接为你开拓另一片蓝海 你被全民沿上 就直接来台湾冒犯喜剧的殿堂 沿上 网友想要骂你 没关系 我会骂得比网友更凶 因为我除了是喜剧小卷毛之外 站上北流 我就是沿上大将军赫龙 到这儿 去吧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